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斯拉也接近泡沫了吗 其实特斯拉这个股票还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从去年它一路涨上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美国的一些大牌的分析师一直看衰它 他说你才卖没几辆车 你获利都没有 凭什么股价两三百块三四百块 然后不信邪一路从八百一千 现在居然涨到了将近快一千八百块 1794就是十分钟涨了一间通用 但是十分钟也可以跌掉一间通用 确实 因为其实它应该是说 有点类似在高档区 所以其实这个股价的波动 就会异常的剧烈 是不是因为它空单太多 我们以大盘来说 因为特斯拉据说是现在美国股市 空单最多的一档个股 就是有很多人就看到不顺眼 你凭什么涨到这个位置 对 而且其实像之前很多空单 酝酿的条件就是什么 第一个你可能获利都还没出来 但是股价一直涨 大家就会想空它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执行长 这个Musk 其实他过去的一些言行举止 他会觉得 你怎么一下在电视上抽大麻 一下子跟谁这个吵来吵去的 好像你这个公司的执行长 是一个好像很crazy的角色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这样他领导的公司会不会有危险 不过实际上来看 从过去这个特斯拉的股价 特别是开始 他突破了大概这个一百块之后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他这个空单是不断不断的上高 这个是他的空单对不对 对对对 他的空单一路的往上飙高 据说法人评估 他可能财报出来会是缺损的 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因为他其实 最近这几个月 特别是中国大陆 因为他明天需要公布财报 对 因为中国大陆 今年他交车的状况是不错的 所以有人认为说 可能第二季有机会呢 损平或者小赚 那特斯拉的股价 在空单持续电高的情况之下 就出现上冲下行 相关台湾供应链怎么办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旧的图 这个是过去台湾的特斯拉的供应链 大概有蛮多家 大概台厂里面 从外壳到里面的一些组件等等 大概至少一二十家二三十家 但是当然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这一次美国的特斯拉股价涨翻天 可是台湾的股价 好像不太会动 我们直接看下一张这个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个核大 你可以发现明明现在台股已经创高 为什么它离这个今年年初的高点一百三十块 什么今天还有大概三十块的距离 很简单 因为今年特斯拉的业绩主要成长动能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其实去年的这个 所谓上海的超级工厂完工之后 中国大陆的这个车民 非常的喜欢开这个所谓特斯拉电动车 为什么身份地位的象征 所以很多人跑去买 那中国这一次 其实他们是大力倡导零件自主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过去只要特斯拉股价涨 台湾都会涨 这一次好像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特斯拉没跟到是吗 有一点可能部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股价 我们看到特斯拉股价持续的往上创高 最高今天来到1794了 大家一边骂它一边涨 一边骂一边涨 一边空它一边涨 那我们回来看核大 核大的股价如果比特斯拉 那就落后好多好多超级多了 但是大陆这一次有打入特斯拉工业 它不只是没有创新高 它连前波高点的位置都还过不到 但是大陆跟特斯拉有关的股票 特别是跟锂电子的涨翻天 像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的股价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也是涨了两倍 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K线 这样是最快 虽然它今天跌 你看去年大概 今年的4月的时候 大概在130 你再拉长一点 更低大概只有七八十块 涨到昨天创新高 已经来到200多块的人民币 你看这个就是涨得很像 跟特斯拉差不多 所以这一次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零件自制化 对大陆的特斯拉的供应链 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幸福 那我们的特斯拉概念股 没有跟到 人家创新高 我们没有跟到 那现在人家空单很多 有可能要摔下来的 我们也不会吧 应该说我们要找的是新的特斯拉的概念股 不能再找旧的 因为旧的可能这个大陆也会做 有些订单可能就被他们抢走了 像今天有个新闻就是 国具打入了这个特斯拉的供应链 那国具做搞被动元件的 跟搞车子有什么关系 其实还是有的 因为国具它之前去并了一家美国的被动元件厂 叫做基美 那基美本来它就是以车用为主 所以这是第一个 国具应该间接有机会成为特斯拉供应链 另外未来什么 我们知道 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自驾车 不管是电动车或是一般的燃油车 其实现在自驾功能已经慢慢开始加进来 那自驾一定要加什么 加很多的镜头 可能要8到10颗的感应 那这种情况之下 国具也不是做镜头的 但是它旗下有一家叫同心店的 是在做这个感测元件的 那今年同心店 这个国具集团非常多的并购 同心店它今年并购了一家 也是台湾做CIS感测的叫做胜利 胜利过去本来就是做 车用相关的占比为大宗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在中国大陆 做这些相关CIS零件 因为这个算技术比较难 所以相对来说厂商的竞争还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 台厂在所谓的特斯拉概念股里面 应该是看新的 比如说像国具或像同心店这些 对新的技术 我想这是比较有机会的 有机会涨 那旧特斯拉概念股 但是你刚才也看到核大 它没有涨那么多 所以如果特斯拉摔下来 它会跟着摔吗 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轻 就是我们常常讲 爬得越高 会跌得越惨跌得越重 那这一次既然它没有爬那么高 相对影响也会有 但是也不会相对那么大 好 我们从美国疫情冲击美股 谈到台股 我们从美国龙头股 谈到台湾的相关供应链 那我们要来谈谈 另外一个地方的疫情也非常严峻 那是在日本 日本跟台股又有关系吗 也有关系 我们来看 东京武汉肺炎的疫情又再创纪录 想不到日本也出现了 疫情再度的大爆发 连续四天单日破200亿 有人说日本疫情之所以会大爆发 是因为日本管不到美军 日本防疫的黑洞就是美军 当然以日本来看 这一次的疫情 第二次的一个大爆发 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看到 在7月9号到7月12号 这四天里面增加了200例 但是7月13号一天增加了119例 这么多 那么最主要就是 他们现在开始解封 那新硕机场 他最近办了一个六天十二场的 一个年轻偶像剧 那虽然里面大家都讲说 我按照规定量体温怎样怎样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 竟然签名握手 甚至还可以拥抱 所以光是从6月30号到现在 7月13号 这一次剧场里面 就出现了37例的确诊 另外关你讲到美军 因为美国跟日本 有一个美日安保条约 所以美军可以自由出入 日本的领空 那我们看到 这次日本是禁止美国人进入 但是美国的飞机 每天飞来飞去 所以光是冲绳的 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 就有71个人确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漏洞 所以日本现在也很紧张 疫情高张 经济又拉不起来 怎么办呢 赶快赶快要拉两个全世界 很有影响力的公司进来 好 哪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公司 我们回来看新闻 所以当日本疫情大爆发 很有可能再度让日本产业 陷入危机 所以日本说 可不可以请台积电来 我们这个地方设厂 美国也找他 日本也找他 台积电其实是左右为难 他不只向台积电招手 也向英特尔招手 因为当疫情持续发烧 产业陷入动荡的情况之下 需要胜利拘纳 对 所以日本政府在4月30号的时候 通过一个2200亿的一个奖励投资的 一个预算案 最主要是什么 他们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 不要过度的依赖中国 第二个呢 在整个产业会不会空洞化 第三个 他去盘点 日本到底所有的产业里面 我的强项在哪里 我的弱项在哪里 他盘点你又发现 我的强项在半导体 我们来看日本半导体 在过去的30年 它的生死事件部 这个日本 这是它的生死事件部 对 1990年的时候 我们看日本的半导体 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无理所 结果你看到了2019年 好像找不到日本 很难找到 在前十年只有找到一个东芝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就来讲它的生死部 在日本的半导体是亚洲第一家的 1961年是美国西乌 他直接授权给日本的三菱 然后到19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 他们组织一个国家队 1980年代已经是占全世界二分之一 1984年你知道最恐怖的 他的低润是竟然占全世界的 百分之六十六% 等于三分之二是他的天下 美国说 你的技术来自我 你竟然倾出于然 有一个最经典的1989年的时候 43岁的川普 他在美国一个谈话性的节目 他讲一句话 他说日本正在有系统的吸美国的血 吸美国的血 1993年开始 日本的再见了 一八四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拉台积电跟那个 希望保住他们半导体的命 那他们要保住半导体的命 希望我们台积电去 当然我们台积电再商严商 到底去日本有没有好处 我们去美国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拿到军武订单 我们可以拉拢跟美国政府的关系 确保台湾的安全 那么到日本有什么好处呢 日本有一样强项 叫做材料科技 他们的材料科技 记不记得在日韩大战的时候 他就不给他材料 韩国的IIQ 所以日本的材料很厉害 对 他的关键的一些小小的材料 对日本来讲 你看日韩之间的战争就知道 就是打材料战 当然日本这知识多低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台积电没关系 你去美国设厂了对吧 不然你这样 先来我再设演化中心就好 你看人家的主意外界 但是我们看到人类的一个科技 那在进步的过程里面 都有一个先兆 就是电影 我们常常从007看到了 7年后8年后就出现了 最近有一个叫做拦截记忆码 那拦截记忆码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人的手本身就是一个触控的荧幕 那触控荧幕呢 我今天要跟阿关来做一个视讯的时候 我就把手贴在玻璃上 阿关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把我这个手上的一个资讯 可以直接就传给你 这是电影 这在三年五年以后可能会出现 另外日本东京大学 最近跟一个大日本印刷公司 成立了一个研究部 他研究什么 可饶式的一个塑胶显示器 研究的就是刚刚电影那个场景 他们现在可能会研发出 真的在手臂上可以当作荧幕 没有错 这个以目前来看应该是蛮简单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戴而已 它等于就是一个塑胶手套 医疗有一个塑胶手套 比如说病人进去住以后 他用一个塑胶手套把你戴着 那这个塑胶手套它0.1公分 而且它有16乘以24 它是微LED灯 那微LED灯呢 它可以侦测你全身的东西 然后可以把你的所有的资讯 传给医护人员 传给你的家宿 而且它可以连续戴7天 手不会发炎 不会长那个疹子吗 对 不会发炎 而且它最主要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一个以前 这种LED会发热 这个部分它已经把它解决了 这些都是未来 我们刚才看到日本的材料科技 画面上你所看到大日本印刷 它拥有的这个材料 事实上也是现在 业绩非常领先的 已经可以把人体的皮肤 当作荧幕了 所以日本的材料科技 对我们的台积电 到底有没有诱因 台积电去还是不去呢 当然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帮我们回到玄虎的方向 好 那我们先来看大盘 大盘我想今天是小跌的0.2 其实看起来 如果从K线的角度来看 没什么事情 看起来很好 安全 但是台积电涨9块 就90几点 将近100点 如果把那个100点加进去的话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讲 只有台积电一支 我跟你说一家烤肉万家十 一降工程万股库 现在最怕就怕了你知道吗 只有台积电中心 中的长得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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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大条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叫温水煮青蛙 台积电就涨90点 那我们回来看大盘 那今天大盘呢 来 我们来看大盘的指数 大盘在今天是 没什么跌吗 跌2点 换句话如果扣除掉台积电 大盘今天是跌90点 对 那假设我们现在K线图 没事情 你今天看这个K线图 哪一个分析是说这个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从技术面的指标来看 它就是一个陷阱 叫做台积电陷阱 张忠谋警告 小心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推的就是 进可供退格手的股票 25 20的贯德 那我们看20 25 20的贯德 它今年的第一季赚0.6亿 我们看它K线图 第二季它的营收跟第一季 成长32.5% 所以第二季公布出来一定好嘛 这一定好耶 而且你看三十几块 看起来还好 本一笔差不多12倍左右 不是太贵 对 再来我们看2404的一个汉唐 汉唐这档股票 我们来看开高走低 看起来还好 今天是小跌 那今年第一季赚多少 这边跳风缺口还没有补 它的今年第一季跳风 这个EPS是3.91 那它的营收第二季成长多少 46倍 46% 那46%代表什么 它本来第一季3.91将近4块 4块你给它乘以1.46 那等于要达6块 所以上半年公布出来应该9块多 那这样的话本亦比才10倍 这个是可以嘛 安全嘛 对不对 再来我们来看3706的神达 神达今年的第一季赚0.47 那它的第二季的营收 是成长23.5% 所以目前来讲还好 这是除息 这是除息 那这样慢慢慢慢 汇煌填息的一个脚步去迈进 好 这是选拟的方式 我们要下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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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